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了我们这一套工具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那Power BI如何下载 所以我们一样回到Google这边好了 直接输入Power BI下载 第一个下载 它一定是它是从这套软体它是微软公司做的 所以微软公司Power BI有没有出Mac版 没有 所以如果你的手机 如果你的笔电或者是桌机是使用Mac的话 对不起不可以下载 因为它不出Mac版 好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用那个就是Windows Windows版 为什么呢 因为微软公司的产品 好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点第一个下载 就是官方网站 然后接下来点了下载之后 这边有没有看到下载 可是下载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进阶下载选项 如果你的电脑是最近这两三年买的话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都是64位 可是有些人的电脑它是32位 30位 你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进阶下载选项 你可能要去另外设定下载的项目 所以如何知道自己的电脑到底是64位 还是32位 好 教你们一章 滑鼠右键点这个开始内容 好对不起 不是点这个开始 是滑鼠右键点这个电脑内容 这边是不是看到 我这台电脑它是64位 可以知道吗 因为大数据分析那个视觉化 它要求非常非常好的设备 所以它就写了一个64位元版跟32位元版 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作业系统 到底是64位元还是32位元 好 这边这个画面我就关掉了 而且建议各位 记忆体越大越好 这个记忆体8G越大越好 甚至加到16G 32G越大越好 好 因为像我最近我在分析 那个卫生局的资料 哇 那个两百多万笔资料 然后一直在那边跑来跑去 去做数据的分析 天哪 那记忆体越大越好 那我们现在假设我今天 我的桌机是32位元 我如何去下载 我就不能点这个下载了 我就不能点 我想要下载 32位元的Power BI 怎么下载呢 进阶下载选项 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是不是都是英文 因为等于说连到美国那边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语言 改成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在哪里 这边 Tranese Traditional 然后Download 这个繁体中文 我们一定是要下载繁体中文版 所以下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没有写32 一个这边有写64 如果你的电脑是64位元 你根本就不用进来这边 你就直接刚刚那个下载就好了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桌机是 32位元的作业系统 就请你勾选它 然后再点选下一步 可以了解了吗 不然 如果你今天是32位元 结果你刚刚点那个下载 64位元的Power BI 你是不能装进去的 只有这种情形 不过 如果你的笔电或桌机是32位元 我建议你考虑一下 升级变成64位元 再来去画这些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化效果 会比较好 可以了解 所以下载我也不请你们做了 如果你真的回去还是不会下载 没关系 我就会告诉你 你就赖我 然后我就告诉你 请看哪一部影片